师父 跪下 别让我说第二次 师父 跪下 我知道 你终究还是舍不得我 可我爱的是为大义战死的楚不复 不是 你死了 我才能做回楚不复 不死 就永远只能是万劫 楚不复 楚不复是谁 我也可以做仙人吗 成为仙人前 要先学会 修得仙古 白衣哥哥 你也偷听得太拳 白衣哥哥 是我啊 我是小虫子 是你 白衣哥哥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竟然成了洛阴凡的徒弟 不对 你不是他 他是拯救世人的英雄 你不是 你是杀了他的魔尊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跟他有什么不同 师父 你对虫子做了什么 没有想到南华尊者洛阴凡 竟会为了自己的徒弟如此试探 难得 不过 你跟虫子能认识 都是因为我 你应该感谢我才是 你不配提他的名字 洛阴凡 不管你相不相信 无论如何你再怎么护着他 他天生煞气 总有一天会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师父 跪下 别让我说第二次 师父 跪下 无事失明 擅作主张 这就是我的好徒弟 擅自下山是我的错 可我也是担心师父 不想让师父一个 住口 别拿我当借口 尊者 是我没有看守好虫子 身为师兄 我没有尽到责任 错签在我 虫子辞职 我管教我的徒弟 不需要紫竹风脉的人插手 任性而为 连累他人犯错 罪嫁一等 此处地面潮湿 虫子还未修得仙谷 酒跪 怕是对身体不利 尊者不如先带他回去 有事 以后再慢慢说 我也是担心师父 所以才来此 我自认为我没有错 好 那你就跪在这里 直到想明白为止 谁也不许陪他 这 尊者